登機前記得找孕嬰室 換上乾淨尿布 真的有說到做到 從機場搭成尼布京巴士可以直達飯店 超開心我們到迪士尼飯店了 哥哥你看是Micky耶 大廳播放卡通當爸媽安心辦理check in 哥哥在這邊跟其他小朋友一起看迪士尼的卡通 弟弟也想進去了 跟著鏡頭看一下美美的大廳後 我們就準備進房間開箱囉 開箱我們的迪士尼 大人的睡衣 這是什麼啊? 會不會是有購物袋吧 好不好你Micky耶 購物袋 連購物袋都是Micky 對 很可愛耶 Micky的購物袋 大人的睡衣是本來就有 在小朋友的睡衣呢 你可以額外跟他養 然後我就是在check in的時候跟他的卓取 小孩的睡衣是這樣兩件式的 嗯 然後他有分size 你就是這樣分喔 冰箱 喔有水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有 超好力啊 喔喔喔喔喔 我會寫嗎 好可愛喔 這麼擠的偷鞋 接下來我們來看浴室有什麼 來囉 浴室 好可愛喔 這一盤 好可愛 好可愛 我打開 應該是棉花棒吧 對啦 你看就是這些 棉花棒跟化妝棉 這是小朋友的牙刷組 小孩的話是擺小鴨 然後大人的是大鴨 好可愛喔 睡醒褲 睡醒褲也會比較 看起來還不錯喔 晚上全家人一起在這邊泡個澡 那我們會來看 馬桶 看起來就很乾淨很舒服 讓你覺得很放鬆 媽 這裡還有一個媽媽的化妝桌 好 我要看一下這個 因為我們的房間是 全景觀view 有沒有 可以看到整個Disney的這個view 所以這邊晚上就可以在房間看到煙火 爸爸剛剛把窗戶打開 聽到那個音樂 DisneyLand裡面傳出來的音樂 住Disney的飯店裡搭這個環狀線啊 都不用錢 然後房間裡面都有Micky的固執 Micky 我們這個房間呢 除了那個凹室以外 還有一個推拉床 超棒的 但是你不要覺得 看起來好像可以睡很多人 其實這個房間 它一樣設定只有四個人 定義來講 這兩張是單人床 兩大兩小 真的很夠住 欸 覺得他電梯很美 拿筆在三樓 爸爸跟我們講 因為Micky也是嗎 哇 他電梯其實超大 有Micky他們講話 晚上可以去度假區總站 吃個飯逛個街 吃飽後記得早一點回家 準備明天一早的路源 晚上飯店進來這邊 其實有一個路口 飯店它有一個Happy Entry 你可以提早十五分鐘 在八點的時候進去 但說是Happy Entry 因為住飯店的人蠻多 所以其實也是不少人 因為飯店是蠻綁耶 有一個路口 旁邊大家都還在排隊 我們現在已經要開始衝刺了 Go 八點兩三分了 虧了虧了 虧了虧了 你拍了嗎 少給我扣 少給我扣 啊對 加Wi-Fi啊 加Wi-Fi 很快 Wi-Fi 快Tentry App內提早設定信用卡 方便搶DPA 這項設施玩了三次 接著來看玩兩次的設施 雖然會開玩樂 為什麼要開玩樂 接著來看玩兩次的設施 這怪獸的旅行公司 你要開玩樂 接著這東西 然後叫這個 博愛的標記 怪獸的獎 眼大眼仔 來 不要 人們 攤檔燈 燈光 OK 拿走 開始 可愛啦 謝謝 謝謝 星際大戰 STARTWELL 剛剛也是要坐太空船的喔 這項設施不方便錄影 就簡單拍個照 背面的DPA是每次一人1500元日幣 超高 那一位老闆會超高 嗚嗚嗚嗚嗚嗚 來到最熱門的設施 感受中的新設備 美女與野獸的DPA是每人一次2000元日幣 美女與野獸的DPA是每人一次2000元日幣 後面還有甲山 如果沒有的話排隊要排160分鐘 我帶兩個小孩怎麼可能排160分鐘 可能是笑的 你錄的那個布景都很像裡面的城堡 剛才先在大廳那裡講述那個美女與野獸前面的故事 咖啡廳廳的咖啡廳的咖啡廳 沒進去啦 GOGO 一彎爸爸 有好送嗎 你泡泡喔 阿哥哥有好送嗎 有喔 阿你還要送嗎 沒有 這沒辦法一天算一次一次要排兩點鐘 那已經排不到 那在早上九點半的時候就看到美女與野獸已經滿了 對瞬間就賣完了 一時無法從美女與野獸抽離 我們就來做普通一點的旋轉咖啡杯 我們剛剛玩不一樣的油漏設施 合避者成家 阿我們做的比例 我小孩不一樣 我哪把他當你把他在尖叫 我覺得看他這裡整體的造景阿 油漏設施完全就是屌打六福村 我們說六福村是小迪士尼 又對迪士尼的烏魯 喔 不是啊 現在來做紙墨其餘記 這項設施沒有做也沒關係 當天唯一玩的劇場是設施 弟弟 帥帥 你叫到冰淇淋的 來到今天最後一項設施 這裡有很多安靜的動物 好可愛喔 我們都是仲間 來到迪士尼怎麼可能錯過全區大遊行 好可愛喔 現在時間大概五點 然後兩隻又倒了 倒一隻 倒兩隻 他們睡覺就是我們休閒的 想說來到城堡就要拍照 他們都睡覺了 對 但是沒關係 心裡是開心的 竟然會有幽災逛迪士尼的時候 現在小孩子早晚不能再拍其他的 來去先逛商店 商店逛完我們就準備去看煙火囉 第一天結束了 我玩了九項 快獸電影公司玩了兩次 玩具總共也玩了三次 我覺得它裡面的遊樂設施 其實就有分成高級 像是美女野獸 不管是科技跟規劃 整個都更完整 城堡的建制跟裡面內裝的布置 都明顯的比其他的遊樂設施更用心 你玩的時候會覺得層次感 其他像快獸電影公司 或是玩具總共也我覺得 算是中高級 我覺得很不錯 小木偶啊 有點拉殘 它就開得很快 不知道在幹嘛 杯麵 它的DBA我覺得不值得買 它的重點是它的氣氛很好 它會放音樂 然後很多民眾會在旁邊 跟著大家一起跳 要玩那一項就是要排隊 因為大家排隊的時候 就會一直感受到氣氛 一直跳 就會很歡樂 比比結束後 站在門口那裡 又跳了大概兩三首 我們用Face Pass 就是直接走進去 每人開始做的時候 都覺得說 欸它怎麼就結束了 然後就都沒有感受到那個氣氛 第一天掰掰啊 哥哥掰掰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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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得跟著我們 你看一下 看一眼 好看 看透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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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